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上次又教了两个熱身动作 我自己无论去到不同地方都会有一个固定的热身乱动作 首先就是 足圈 拉筋 妖栏 加速跑 以及我们上次分享的两个基础链子动作 今天就会教第三个基础链子动作 就是叫做C Skip C Skip有什麼好呢? 就可以增加到我們的Range of Motion 令到我們Heap Mobility好一點 還有可以增加到我們落地的穩定性 C Skip是怎樣做的呢? 其實C Skip跟A Skip 和B Skip是比較類似 C Skip的重點 就是注意到最重要的 就是節奏感 跟A Skip B Skip一樣 都需要一個提腿和爬地 和後蹬的動作 C Skip 首先你要拿起腳 提起一隻腳 然後落地的時候 是同一隻腳 然後拿回的時候還是同一隻腳 就向旁邊來拿起 這樣就為之一下 整個C Skip的動作 整個動作是要求你右腳 左腳都要一起做完 最重要就是要注意節奏 加Skipping的元素在裡面 整個C Skip的動作就是 一下,兩下,三下 然後配合擺手便完成整個動作 然後配合擺手便完成整個動作 好,整個C Skip的動作就大概這樣完成了 希望大家把C Skip的練習 融入到自己的熱身裡面 如果你們不懂的話 可以回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這個A B C Skip的動作 希望大家也可以放進自己平日比賽的熱身裡面 務求是令到你的比賽的表現更加好 大家記得多多支持我們Skrientology 不要忘記 Like, Follow 和 Subscribe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Bye Bye